我们现在知道那些人在乌克兰在乌克兰 在乌克兰赚了很多钱 很大钱 Rory,你完全正确 因为事实是 你现在进入一个国家 那里有很大的缺乏规律 没有人说 那我们在乌克兰提供的计划 没有计划 这些人说出现市场 对 我认为出现市场 这些人说出现市场 是没有法律 所以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想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还评论称 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所谓支持 并不是心甘情愿的人道主义援助 而是期待巨额回报的投资 无独有偶 另据今日俄罗斯报道 乌克兰政府5月 已经与全球规模最大的投资集团之一 美国贝莱德公司签署协议 成立了乌克兰发展基金 贝莱德公司官网上的通稿称 贝莱德公司将为乌克兰设计一个投资框架 目标是为公共和私人投资者 创造参与乌克兰经济重建和复苏的机会 根据协议 贝莱德公司正式接受乌克兰的能源基建 电网 农业投资和全部的国企 而不需要向乌克兰支付任何费用 作为交易 贝莱德公司则需要帮助乌克兰还清债务 过去一年多来 美西方国家不断拱火俄乌冲突 一边制裁俄罗斯 一边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 出售武器 有分析指出 在美西方国家的眼里 战争就是生意 出售武器给乌克兰 一方面能够清掉自己的武器库存 另一方面则能够借机吞掉乌克兰的优质资产